來做一點題目吧 他說這邊有一些表示的方法 這是考最前面的 怎樣會有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被什麼因素影響 請問你第一個問題 誰有感應電流 在這種圖上面 誰有感應電流 誰有感應電流 停車站借問誰有感應電流 我們找可愛大帥哥 可愛大帥哥物 可愛大帥哥叫做21 21號 誰有感應電流 丁而已嗎 只有丁嗎 假丁嗎 兩個嗎 假丁嗎 到底哪一個 丁丁 丁丁 請坐 我們說怎樣才會有感應電流 要有磁場變化 怎樣有磁場變化 相對運動嗎 或者怎麼樣 如果你的磁場是電流給的 就是改變電流大小或者是方向 這裡是磁棒給的就是相對運動嘛 有靠近或者是有遠離 假兩個都是V向右 有沒有靠近遠離 沒有嘛 那椅不動有沒有很遠離 沒有嘛 所以都沒有嘛 假丁都沒有嘛 所以呢 只有丁丁嘛 那麼丁是一個V遠離嘛 丁是兩個都是一個左一個右的V遠離嘛 所以呢 假丁就沒有感應電流 但丁丁有 所以答案選丁丁嘛 停問誰最大 就是回到那個 影響到感應電流大小因素那個啊 看起來應該誰最大呢 看起來應該誰最大 誰的感應電流最大呢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Number one 一號 誰最大 丁喔 請坐下 答案叫做丁 為什麼叫丁呢 因為我們講過嘛 感應電流大小跟誰有關 磁場變化率嘛 跟紮數密度嘛 跟 變磁場強度嘛 那這裡 沒有磁場強度問題啊 也沒有紮數密度問題啊 只有什麼變問題 磁場變化率嘛 然後 你現在是 一個 丙是一個V遠離嘛 丁是一個V向 又一個V向 等於是2V遠離嘛 所以它遠離得比較快嘛 所以磁場變化率比較大嘛 所以答案就選的是丁嘛 OK嗎 OK 好來 問一個 我剛才 問兩個 問兩題 我剛才在講解過程中 已經提過的事情 第一個問題 他問你誰有感應電流 請問你 有感應電流條件是什麼 有感應電流條件是什麼 蛤 要有怎樣怎樣 才會有感應電流 來 帥哥美女 帥哥 帥哥叫做 二伯 二伯 磁場產生變化 有磁場變化 請坐下 拜拜 要有磁場變化 好 第二個問題是剛剛講過的 我剛剛講 我已經唸了 我已經唸了 剛剛字也有出現過了 感應電流誰大 又去問 那到底有哪些因素會影響感應電流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剛剛那個字上面也出現過了 來 可愛 小女生 11 7 11 11 11 哪些因素會影響感應電流大小 我們念了三個嘛 你是不是最早講兩個啊 剛才問前面一個也提到了啊 限圈密度 限圈密度 還有嗎 再講一個嗎 啊 磁場不要你少一個字 磁場變化率 請坐下 磁場變化率 限圈密度 磁場強度 前面教過的嘛 前面教過的 這些會因素會影響到 我們的電流大小 我講過考試的時候 常出現的是磁場變化率 有的時候也會出現限圈密度 通常沒有人在考那個磁場強度的 通常沒有人在考那個磁場強度的 就是磁場變化率跟限圈密度 就讓你理解一下 這最前面的問題 怎麼樣會有感應電流 感應電流大的影響變異有哪一些 希望你把該劑的劑 能判斷的會判斷就可以了